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代禅宗开悟技术为基本手段 以禅修方式激发个人员动力 使当事人的最高主宰真正当家做主发挥作用 让人的力量与智慧发生根本性升级的能力开发方式 开悟以身心合一 材质双用 家业共荣为目的 以求当事人达到开心智 增心能 平心气 善心计的效果 开悟过后修炼体系包含呈现真我 身心合一 自我驱动 树立人格 望我境界 五个层次 当一个人开悟后 当事人在获取事业成就过程中会更加精准高效与轻松快乐 小孩的天真快乐 老人的智慧充盈 壮年的精力旺盛将同时具备 无论在商议场 社交场 还是在家庭生活 亲朋共处中 都更加自在释然 游刃有余 工作和家庭不再是向左向右的两个选择 完全可以做到兼得与贯通 而且人生会更加丰富多彩 自由快乐 开悟有七个主要元素 一 能量 能量可以帮助你转化人格及其模式 有能量意味着你有足够的能力 勇气和耐力来转化自己 有了能量你才会感觉 是的 我可以办得到 我有潜力 毅力和勇气 这股能量将会提供你观察自己和理解事物的燃料 你需要理解和体认的事实在太多了 因此你需要大量的勇气和精力 才能突破过程中的障碍 有能力对峙那些障碍助觉知的幻象 因此能量和勇气必须发展和释放出来 二 决心 缺少了决心能量就会失去意义 你需要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不动摇的意志 才能持续地面对失败和失望 毅力促使你坚持下去 因此了解围绕着意志和毅力的人格议题是很重要的事 三 喜悦 这是一种特定的喜悦感与轻松的态度 它是内在工作的本质 以及对真相 看见真相集体认到真相的一份欣喜 它有点像好奇心 对事物充满着欣喜的好奇 如果你只有能量和决心 事情会变得过于沉重和严肃 但欣喜这个元素能帮你轻松地突破障碍 无论做什么你都充满兴致 这轻松感之中带着一股孩童似的好奇 当孩子感到好奇时 他不会想到硕士或博士学位 他只是单纯地感到好奇罢了 四 仁慈 这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一种品质 因为过程极为甘心 所以你必须仁慈对待自己 就因为你还没有解脱 所以受苦是很自然的事 为什么要用驱破的方式让自己更苦呢 为什么一点犯错就要惩罚自己呢 仁慈这个元素会让你更加依赖自己 依赖成长的过程 依赖你的心和你的本体 仁慈会带来无私的态度 一旦有了这种仁慈之心 你自然就会友善地对待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别人受苦也会令你感觉痛苦 你不但想解脱自己 也想解脱别人的苦 解脱是没有固着点的 所以如果集中焦点在自己身上 你就会变成最大的固着点 五 祥和 一种安静下来的能力 而不是永远都在活动和思考 为了体认到真正的解脱 你必须有能力让心安静下来 因为解脱境界是刹那即逝的 如果你永远都在思考和担忧 并且维持着一贯的快速活动 那么你就是在阻碍你对解脱的体认 一旦发展出这份能够去除焦虑的安详感 我们就会从这种安歇的状态之中 自然升起直觉 动见和细微的观察 六 融入 也就是完全融入于你正在做的事 不论那是什么 你完全专注于眼前的经验 彻底涉入其中 甚至到忘我的程度 这是一种能力 一份与经验之间的关系 一种摆脱人格的解放感 人格通常会跟随经验保持距离 它会彻底融入 与经验合一 感到恐惧 当你完全证悟到本体时 这份了物是无法说清楚的 你已经完全投合于其中 除了本体之外 什么都不存在了 譬如你正在制作一张桌子 你是那么的投入 以至于你 工具和桌子都结成了一体 处于这种状态里 你是头脑完全停止了区分 或分别意识 你可以融入于任何一种行动 情绪 思想 感觉 或本体的某个面向 印度教徒称这种境界为三摩地 自我的彻底消融 处于这种状态里 人格终于允许自己死亡 消失与眼前的任何一种经验 彻底融合 七 觉醒 一极在你的经验之中 觉醒的一份能力 你的觉知是这么的清晰 就像是刚刚醒来一样 甚至有一种周围都是光的感觉 觉醒的品质是内在工作 对质昏尘和愚钝的解药 你必须靠它来了解 你所有的人格议题 也必须靠它来对质执着的倾向 你对眼前发生的事 是充满着觉知的 里面没有丝毫昏沉的成分 这所有的要素最后会结合成客观意识 这七个要素 能量 决心 欣喜 仁慈 祥和 融入 即觉醒 会融合成一种现象 一种客观的品质 开悟后个人的内在特点 平静安稳 清醒成明 绵延不断 用之不竭 无欲无求 自在平衡 自信坚定 内外一致 随机应变 运用自如 开悟后个人的外在表现 影响巨大 但不强加于人 刚毅果断 但不自以为是 慈爱感恩 但不孤兮养奸 严谨负责 但不求全责备 追求卓越 但不好高 勿远 持之以恒 但不于顽固执 理解他人 但不随波逐流 正直诚实 但不口无遮拦 精力旺盛 但不亢奋 积月 通关全局 但不粗之大业 开悟修养方法 探索生命的真相 不是接受教条 知识 理论 逻辑 及信条 都是真相的局部表述 都具有局限性 这就像指月亮的手指一样 它并不是目标 如果将任何理论 当作真理 就会受它蒙蔽 自己的念头也是这样 如果将自己的逻辑 判断当作真理 无疑会被它蒙蔽 对自己及别人的评价 与鉴别 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如何才能不被自己 及别人的想法蒙蔽呢 办法就是永远做个旁观者 对别人的想法 旁观是容易的 因为有距离 实际上 一旦自己的好坏 判断的念头升起 这个距离就会消失 漠不关心的做法 本身是一种回避态度 它本身就在屏蔽自己 探索真相 因此关键是 观察自己念头的升起 对自己念头怀有敌视的态度 实际上是通过教条引入一个新念头 能否对自己的念头怀有慈悲之心 而不受其牵动是禅定的关键 因此尽兴地观察自己来来回回的念头 就像观察蓝天中的白云一般的随生随灭 如果时时刻刻这个观察者本身被观察到的话 一种旁观的自由就悠然而生 但是这种观察作为概念的存在 一直在阻碍观察本身 突破观察的概念的层次 就可以将自己融入真相 此时一切都在当下 寥寥分明 任何行动都自然合情 身心解脱 表里如一 一尘不染 具有超常的敏感性和洞察力 培养对自己念头的观察 开始可以依赖五大感官 比如触觉 尽情感受触觉 可以躲开观察行为的妄念设计 因为对观察方法的设计 是念头观察中最易出现的妄念 也是使观察消失进入妄念的通常方式 在此基础上体验各种初级感觉 待有一定定力后 就可以观察自己的念头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